这幅微微壮观的骏马图坐落于内蒙古自治区库布奇沙漠 别看它约然于黄沙之上 这可不是一幅沙画或者是海市蜃楼 而是由国家电头建设的 由19.6万块光伏板组成的骏马光伏电站 在2019年7月9日被吉尼斯世界记录认证为 世界上最大的光伏电站图形 隶属于达拉特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 库布奇沙漠是我国第七大沙漠 拥有得天独厚的太阳能资源 年日照时数超过3180个小时 发展光伏产业得天独厚 并承着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 骏马光伏电站奇奇探索板上发电板下修复 板间种植的新型产业发展模式 在光伏发电的同时进行沙漠治理和生态修复 同时带动周边的村民增收智库 天赐湖光伏电站通常被大家叫做骏马光伏电站 咱们现在看到这个沙漠它是用柳树枝 然后通过柳树枝查入地下之后 然后起到了一个防风入杀的作用 这就是指所谓的光伏板下的板下修复 累计至少达到8000余目的 到目前为止 天赐湖光电站的光伏区 通过种植这些紫素槐 还有黄芪 红枣 整个光伏区已经有明显的生态恢复的迹象 在茫茫沙漠中建起了一片蓝海 在这片蓝海绿洲之下已经有野生小动物了 干解修的工作每个月6000 聪明除了可以自己种植养殖之外 还可以到光伏电站 就是干这个青梨沙子 然后除草工作 这个厂站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就业岗位 而且对这个生态环境改善也有很大的帮助 原来是茫茫沙漠 现在恢复了绿洲